越南是一個神秘又迷人的地方 純薄的風土人情 令人食肢帶動的美食 但講到最具魅力 一定是越南的自然生態 和越戰遺留下來的痕跡 一樣值得我們去探索 這裏是來胡志明市最近的紅樹林 整個生態環境都保育得很完善 還有很多自然秘境和飛瓶走秀 讓我帶大家體驗一下 這邊 小心點 錦爺位於湄公河三角洲的家會點 是越南第一個紅樹林保育區 天然的生態環境 孕育出生物多樣性 和領人貪圍觀止的自然景色 聽說還有惡魚 征服Cocodow 你現在看到沿岸的這些就是紅樹林 牠們要在半沼澤的地方 而且對水源是非常之高要求 所以這裡形成了一個很天然的生態系統 特別是蝙蝠、蟹、軟體動物 甚至鱷魚和猴子都有 看到嗎 那邊有四五隻蝙蝠 好遠 這種是泰國狐蝠 體型會比一般蝙蝠大很多 但不用怕 牠們只會吃果實和花蜜 不會主動攻擊人 但接下來這隻蝙蝠 我就不敢打步了 這就是第二隻飛琴走秀 五鱷魚 來吧 來,有東西吃了 這隻水生禽獸是鹹水鱷 近距離餵牠們吃東西都不是說不怕 一開一盒爆發聲 看完這麼空殘的動物 接著下來就想觀景塔 可以將整個叢林盡收眼底 是不是很漂亮呢 就是這個feel 如果撞正竹巢的高峰旗 這裡還會有過千隻絕絕在飛來飛去 最後做多個月式午餐 由早上玩到晚 perfect 但我有個超級窩心的小貼士 記得大蚊拍水 蚊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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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拍水